大家好,我是M1 Holdings的Rain 今天是2020年4月19号星期天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 在这个环境底下 现在疫情的环境底下 在一个反地产市场里面 比较有创意的一些金融的方式 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主要是因为昨天 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作为一个资金方 借钱给了一个开发项目 可是这个开发项目没有进行下去 资金方就要把这个收回来 去把这个卖掉了 就是所谓的Mokehage Sale 听起来好像很可怕 Mokehage Sale就是这个开发商的项目 出问题了 不能进行下去了 可是在这个市场上 也有其他的好几家开发商 他们开发卖的很多呀 或者是他们已经建好的 是就卖了很多 那为什么有这两个极端呢 又有好的又有坏的例子呢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像说这个Mokehage Sale这个事情嘛 最下来它的方案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要么找人买了 把这个项目给买了 就是资金方 Funder吧 把这个项目给卖掉了 或者是其实呢 现在就是引入了那个 一个新的资金方 把旧的那个Lander给移出去 以再转股的方式呢 去进入这个项目 再转股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先得到他的利息收入 如果说项目成功之后 有利润 他再分享一部分的利润 这就是再转股的方式 所以让这个资金方 就非常愿意的 进入这个项目 承担一部分的风险 把旧的Lander给移出去了 这个是另一个创新的方法 很多的开发商 可以开始考虑去 把自己的项目 把救下来的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越来越普遍的 普遍的就是Wendell Finance 大家知道 很多大的开发商 也在做这个事情 Wendell Finance好在哪里呢 就是他可以 先把这个项目的买家 就是买房子的买家 让他们有一个保障 尤其是在这个环境底下 对于自己 买家自己的贷款 在未来三个月 或者一年两年后 到底能不能够申请成功 都存在很大的变数 那如果说开发商 有这个Wendell Finance呢 去保障 他的这个 作为一个保障吧 保障他在成交的时候 没有问题 不一定有用得到 可是至少有个保障 让他成交的时候 不会有这个顾虑 不会有这个financing贷款的顾虑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也让一些开发商 在短时间之内 把好多的resigual stock给卖掉了 总的来说 现在的这个市场呢 很多创意创新的方式 可以帮助到大家 下次我们想想 还有什么其他东西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